睡觉 鸟的病就会好了 那我在想 如果全世界我们都没有环保的概念 全世界的药草越来越少的话 那动物生病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们有没有想过呢 是不是 所以出生到的众生 你不要觉得动物园的 新加坡有新加坡Zoo 对不对 你不要觉得动物园里面很快乐 其实它们很痛苦的 它们的业 好 接下来再看天上 我们这次介绍了 南无都帅内愿佛菩萨 就是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是一个成就者 注意 这时候的 你这个幻灯片里看到 弥勒菩萨是弹古印度的吉他琴 他以音乐来度众生 而且透过音乐 而且讲佛法跟赞颂 那旁边有很多佛菩萨 是拿传方宝盖来赞叹他的 所以弥勒菩萨的确住在我们 这个世间 所以你若发愿要见弥勒菩萨 那是很精进的话 你是可以见得到弥勒菩萨的 明天跟后天 我会讲一些 真实的上身都帅内愿的感应故事 今天有时间我会看状况 我也会介绍宋普贤菩萨劝发品 或是宋法华经 也会感得普贤菩萨亲自来加持你 再看藏传佛教的 藏传佛教也拜弥勒菩萨 你看弥勒菩萨呢 藏传佛教呢 他就是非常广大的报身相 旁边也有两个眷属 他也有莲池海会 所以西藏传佛教 他们也念弥勒菩萨 也念弥勒菩萨的经典 修弥勒菩萨的咒语 以及修弥勒菩萨的圣号 因为他是贤节的 当来下身弥勒尊佛 好 现在看回来 二十二页第二十三行 普贤菩萨 而是普贤菩萨以自在神通力 威得名文 好 那现在问 普贤菩萨有什么功德力呢 他的功德力广大无边 若你要完全了解 请你读大方广佛华言经 八十华言或四十华言 你就会知道普贤菩萨的功德 好 请看讲义 第二十二页第二十二行 简单的讲 普是指普片 普度一切众生 我们常常讲普门品 也是同一个字普 什么会叫普呢 得力周背内政一针 这是古汉文 请专心听 一针代表一针法界 你可以写在旁边 内呢 他正入到华言经的 一针法界的功德 等同于毗卢遮纳佛的功德 他的功德得力周背 他的功德做什么 不是自己享受用的 而是专门要利益众生用 利就是利益众生 所以他利益众生的功德 周背呢 是什么 遍满整个虚空 都是普贤菩萨的功德 好在华言经里面呢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最后一餐 善才童子 亲自曾经说过 也赞叹 普贤菩萨的功德 他的功德是什么呢 若有人 钻进普贤菩萨的一毛口 经过一百年啊 这样子走 这样礼拜啊 都超不出普贤菩萨的身体 我想 师父太不可思议吧 一个人钻到一个人毛口 然后呢 经过一百年这样子啊 还出不了他的一毛口 那你就知道 普贤菩萨的身相 不是我们的肉身相 因为我们肉身相 才会有局限 普贤菩萨的功德呢 像虚空一样广大 举一个例子 台湾看到15的月亮 跟新加坡15看到的月亮 是同一个月亮啊 那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月亮 在所有不同国家 看到的都是同一个啊 那表示什么 因为月亮本身呢 很大 我们现在看月亮很小 那是因为我们地球 跟月亮的距离很远 我用这个距离 举例的意思是说 普贤菩萨的功德啊 等同虚空法界一般 所以叫得利周片 周片呢 就是呢 充满了整个虚空 所以他目的是要 利益众生的功德 接下来再看贤 什么叫贤呢 我们常常说 你这个人很能干 或很贤惠 贤是什么呢 人慈慧悟 外辰万德 外面呢 他刚才讲 内他证悟到一帧法界 外呢 他显现到像 毗卢遮纳佛的万德庄严 而他内心里 也充满了各种 人慈心 人爱的心 慈悲的心 还有智慧的心 以及开悟的心 所以他有四个心 你可以做记号 人慈 人爱的心 慈悲的心 智慧的心 以及开悟觉悟的心 他这四个心都圆满的 所以这个叫做贤 那普贤这两个字 可以来代表 自立力他都功德圆满 这是盔姬大师 所做的注解 是比较深的 接下来再看 这次呢 我要特别为大家介绍 普贤菩萨有很多经 假如以华言三经呢 对不起 以法华三经来讲 普贤菩萨还有一本经 叫做 请看大圣章第九册 两百七十七号 经马 佛说 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这部经非常好 请做个记号 希望将来有机会 你们可以去读 他呢 最主要是讲 忏悔法门 一名 观普贤观经 另外一个名称 叫初生功德经 透过忏悔法门 忏悔六根的罪业 你自信的功德 就可以显现 送由刘宋 唐吴密多 在中国扬州而翻译的 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部经 这部经跟法华经 跟无量益经 三个合起来 称为叫法华三经 好 请看下面的祭宋 忏悔六根 观普贤菩萨法 请做一个记号 我今天简单的白话翻译 很抱歉 这个呢 六根忏悔 我要详细 一个一个字讲 可能又要三天了 没办法 所以我先讲给大家听 重要的 在这个 观普贤菩萨 忏悔法里面说 我们众生啊 在生死轮回里 造恶的时候 是什么呢 就是眼耳鼻舌生意 六根 对外面不清静的色身香味触法 对不起啊 我举个一个例子 假如我们现在讲经 现在有一个新加坡的 女性歌手 很漂亮 突然进来 请问大家会有什么反应 我最喜欢举这个例子 因为这个很极端的 可以让你去思考一些问题 出家的师傅 比丘比丘你可能会觉得 再怎么漂亮 那就是一堆肉而已咯 对不对 可是在座的男君是呢 因为看到 哎呀 这么帅的美女啊 老婆干嘛 你看什么 她的心就 扑扑扑扑扑扑就掉了 异信相惜 对不对 女生呢 也有人会说 哇 好美啊 美如天仙啊 那有些女机师也呢 特别呢 抬起眼镜看 她穿什么名牌的啊 她竟然比我还漂亮 明天我也去买一套啊 所以女生会什么 生嫉妒心 所以可见 同一个境界 为什么众生的心 反应不一样 因为你对佛法的体会 深浅不同 可见我们的心啊 你真正去想 我们从出生到现在 若没有听闻佛法 我们的眼耳鼻舌生意啊 都是造恶念跟恶业多 所以忏悔也要从六根去忏悔 所以普贤菩萨 注意听 在大乘里面 除了拜忏 你可以拜大悲观世音菩萨之外 所有大乘佛法的忏悔的主要的对象 是普贤菩萨 般若经的忏悔对象 是文殊势力菩萨 可是通所有的一切的经论的忏悔呢 是普贤菩萨 这个先跟你讲 待会后面还会解释 好 请看祭诵第一诵 假如众生眼睛常常喜欢吃冰淇淋 看外面的东西 你业障呢 眼睛就会不干净 所以你要诵大乘经典 思念第一意 第一意 形化起来 就是摩赫菩萨菩萨 可见诵大乘经典 可以忏除你的恶业 任何一部的大乘经典 华元经 法华经 金刚经 普门品 菩萨经 五亮寿经 钥匙经 都好 大乘经典可以忏除恶业 所以世民忏悔眼根 所造的各种不善业 第二个 第二诵 耳朵 耳朵我们呢 没有学佛之前 也可能听很多迷迷之音 我爱你 你爱我 山盟海事 永不不厌 这些话 我想很多没有学佛的人 也都听过 我小说也听过 可是当学了佛以后 我才知道说 原来啊 这个呢 爱是假的 爱是会变的 后来我们学佛以后 可能转过来 听佛号 很好 所以你耳朵是听闻 清静的泛音 可是这里我们要忏悔的是 耳朵都是听迷迷的乱声 破坏了合合意 什么是合合意呢 你的心啊 像永远搅动 不会凝止的污水 所以就不合合 由此你起了很多妄想 妄念 狂乱的妄想 就像什么呢 鱼狮的猿猴一样 总是在森林里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你有没有看过 动物园的猴子 右手抓过来 一放的时候 他一定左手抓一个 对不对 左手在掉的时候呢 他再抓一个 两只手没抓的时候 他翻空 脚也可以绑一个 下次你试试看 拿一个香蕉 到动物园里跟他讲 来来你都放下 跳过来 他不会的 他还是很聪明的 绑一个手指 然后手跑到你面前 拿了香蕉 他就跑的 这个秘密是什么 吃猿猴表示说 我们众生的心啊 因为你的心 合合被破坏了 所以你总是要去 抓一些东西 你的心才会有安全感 第三 但诵大乘的经典 而且要常常观 诸法是空无相的 把观架化起来 所以止观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你送完法华经的时候 严格说 应该要静坐 可是现在的法会啊 我是建议呢 可能活动排的 有一点忙啊 也很满 我建议你 所有的诵经完 要静坐 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这样你的功德会更圆满 为什么呢 举个例子 像烧开水 各位你有没有听过 烧开水 你用水壶瓦斯烧 烧完了以后呢 一百度C 假如它叫的话 对不对 然后把火关掉 请问火关掉的那一刹那 你就开始倒开水喝吗 你不会这么笨吧 你舌头呢 一定会烂掉的 为什么呢 在开水烧开的那一刹那 你把盖子盖好 让它盖一样 那三分钟跟五分钟啊 是保温啊 是最烫最烫的 同样以此辟语 假如我们在诵经结束的时候 你可以静坐一下 那你的功德会更饱满的 了解吗 其实我本来也是希望 每一天讲完经 都对大家静坐 但是我已经看到老菩萨 静坐的时候 是这样看的 看手表的 我想他的心啊 已经呢 早就飞回家了 所以我没有做 所以只好在讲经之前 先把你心定下来 所以 观一切法空 无相是很重要 永远断尽 事迁一切的恶行 这样你的心清静的时候 耳朵就会升起 天耳通 闻到十方的微妙音声 第四诵 鼻根呢 我们常常找各种香 什么香呢 世间的香水 我们想想看 若没有学佛之前 我们为了买香水 花过多少的钱呢 花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钱 那现在佛们呢 连友们呢 除了八观灾界以外 是不可以涂香的 因为它就是要断除你的执着 那平常呢 那你要打扮得很庄严 也很好 不过到寺庙来 香水还是不要喷得太多 拍得太多的话 师父的头是会晕晕的 因为寺庙的和尚跟比丘比丘 你不需要你来喷香水的 反过来 把这个香拿来做什么 买最好的成香跟檀香 供佛 将来你会得到戒定真香 了解吗 那世间的香 虽然起诸处 最具名的是什么 请不要买印度香 我想印度人听到我这段话 可能不太高兴 因为印度的香里面呢 就是放兴奋剂 I love you so much You love me so much OK let's go together 虽然起诸处 各种欲望就起身了 所以印度香事实上 是让你起兴奋剂的 这样的话呢 我看你呢 一个宝宝可能不止吧 两个三个 你要狂惑迷坏你的鼻 假如你有了宝宝 你又没有能力养它 接下来你就很痛苦了 怎么办 博物学呢 多胎啊 就杀身啊 就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啊 所以随染身诸成 我们染污的心呢 都是因为我们执着 外境五欲六成的享受 所以佛教徒 为什么八观哉戒 叫你不可以戴项链 不可以戴戒指 不可以涂香花蔓 就是让你的心 完全的彻底清净 请看二十三页第五诵 若诵大圣经 好 以安又强调 诵大圣经顿 可以忏六根忏悔 观一切法如实迹 所以没有关系 假如学佛前 不管你是有意无意 犯了这六根 你都可以忏悔 学了佛以后 可能二元献前 你也会再犯 那没关系 那就修普贤菩萨 静未来记得 忏悔业障愿 请看第五诵 诵大圣经典 观一切法如实迹 这里的如实迹 就是金刚经讲的实相 真如本性实体 你了解了实相 你不迷惑了 你就永远会离开各种恶业 后世你就不会呢 再来因为贪嗔痴的烦恼 而来轮回 不复生是指 不会再来投胎转世 当然这要修到完全清静 才不会转世 第六 蛇根其五种 恶口不善业 我们的蛇根 你想想看 没有学佛之前 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池里游的 水中跳的 通通都吃到嘴里了 很可怕吧 那就算我们学佛以后 很虔诚吃素 但是要小心 不要常常有恶口 不要说八卦 不要说是非 也不要说三宝的过失 应该常常调伏自己的心 很宁静 讲话要讲鼓励别人的话 讲话要讲对别人有意义的话 讲话要讲佛法鼓励他的话 所以你为什么会起恶口呢 有很多原因 因为你心中很不高兴 称心很重 所以第六宋的最后一句 殷勤修慈心 所以你要修慈悲心 第八 思法真极意 常常要思维佛法 真如本性 跟极尽的甚深意 无诸分别相 我在海印古诗教过 无分别致 我这里就不重复 所有一切的烦恼都在你细微的分别 分好坏大小 所以你的心就像猿猴一样 叫什么 Jumping monkey 跑来跑去 从来没有跳过 没有停过 也像脱疆的野马 无有暂停过 所以只要你没有听到佛法 又不学止观 你的心生生世世都在轮回 都没有停过 很可怜的 接下来第八 若欲折服者 当情送大乘 想要调服我们贪嗔痴的各种烦恼 这里的折服是指你的我执 跟我慢 你更应该精进地送大乘经论 为什么呢 念佛顿号大觉力 这里的念佛是广义的 念佛的各种功德 这里的念佛不一定只念西方阿弥陀佛 念所有诸佛名号的功德都可以 念了佛叫无量觉 你又有大觉身 你的身体就像有觉悟的力量一样 力无未所成 你就很有界定会的功德力 走到哪里你就不感到恐怖 第九 身为机关主 如乘随风转 我们的身体 假如你不学佛的时候 你想想看 其实这辈子你爱谁最深你知道吗 不是你老婆 也不是你太太 也不是你老公 很抱歉 也不是你的爸爸妈妈 爱谁呢 爱你自己 对 比方说你现在晚上发烧了 小孩来跟你讲 妈咪 爹地 I feel not comfortable 摸摸他的头 OK No problem 对吃个药赶快呢 你就去睡觉 假如你现在发烧了 讲一凉 哎呦39度 Oh I should go to police Hospital I should call the 对不起讲太快 I should go to the hospital 对不对 Emergency 为什么 你想万一啊我今天呢 生病了 明天就活不在了 那怎么办 所以其实谁啊 我们对自己是最爱的 所以你说 你要跟你的partner 讲 I love you so much 你跟他说 我听过新红石讲经 你别假啦 你爱你自己最深的 不像你讲 你给他一个test吧呢 这真的 轮回里面 我们是爱我们自己的身体 这叫自体爱 然后呢你看 对不起又用女众做比喻啊 现在的男众也很fashion啊 从头化妆化到包装的 漂漂亮亮的 其实我们对自己是最好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 没有学佛之前 身体是你轮回的痛苦根源 对他吃得好 穿得好 为他造了很多恶业 所以在禅宗里面啊 禅宗的公案里面 每一次你在洗澡的时候啊 师父会说笑话的 你看 你看你又在刷你的臭皮囊的 你每天都在刷 对不对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在洗澡的时候 你并没有洗你的心啊 同样以此类推 我做个比喻 我们每天早上起来 刷牙洗脸 我们都在希望 自己很庄严的脸去看别人 可是我们刷我们的牙 洗我们的脸 我们从来不会洗我们的心 学佛法就是要洗你的心 所以觉悟很重要 再来说 你不要听到这说 好 那我明天开始就不爱惜身体错 这个身体是你过去的夜 跟烦恼所显现 就像你在新加坡 买的五六十年的轿车一样 你不保养它 你不给它保养 加汽油 或是换轮胎做保养 那开到高速公路 是会发生车祸的 你没有车子的话 你哪里也都不方便去 所以禅宗又说 身啊叫借甲修针 这是我们过去的夜 跟烦恼所显现的 没有错 它是暂时的 但是若没有身体的话 请问 新红丝怎么从台湾 飞到新加坡来帮你讲经呢 其实我还是要感谢 这个臭皮囊 对不对 各位 你若没有身体的话 难道你的耳朵会像无线电 跑到佛家青年红法团 那大家的耳朵都连在窗户上 那这样也蛮恐怖的 对不对 那可能未来听经就是这样 对不对 甚至现在还有视讯 对不对 我可能只要坐在台北 商业精神 OK Everybody Open your channel Yeah 你就看到我奖金了 那也好 我下次可以省机票费 好 我讲了这么多是什么 申答案最后是空性的 看你怎么去用它 你要照顾它 但是不要执着它 这个身体可以让你 积无量的菩萨道 积无量的功德 但是若你不控制你的身体 这个身体也会让你造 杀到淫忘久的罪业 而堕入地狱恶鬼畜生受苦 所以你得先控制自己的身 身清静 接下来控制着口清静 最后最难的是调估 意义清静 慢慢来不要急 所以请看第九诵 身为机关主 就好像机关里面的重要的关键 就像沉 杀外面的所谓的肮脏的东西 thirsty 风一吹的时候 它就飞走了 六贼是代表你的眼耳鼻舌生意 有六个像贼一样 都来偷你的功德 所以禅中也有第三个公案 有说师父问徒弟 徒弟啊 你有几个宝宝啊 他说师父不对啊 我跟你出家了 我没有宝宝啊 他说有哦 你去找找看 你每天都带着六个宝宝 跑来跑去的 从早到晚上呢 都跟你在一起 睡觉的时候也跟你躺在一起 洗澡的时候也跟你在一起 结果那徒弟去掺一掺 掺了半天 他说什么 哎呀师父我终于知道了 原来我有六个宝宝 六个宝宝是什么 眼耳鼻舌生意 所以各位 你们今天晚上也有六个宝宝跟着你 对不对 六贼 假如眼耳鼻舌生意 你不控制的话 它就像游戏一样 常常会破坏你的功德 假如你能够控制你的身 控制你的口 也控制你的心 你就会做到第九宝的 自在无挂碍 好 再看第十宝 想要灭此我们 眼耳鼻舌生意 六根所造的恶业 要永离 所以六道轮回的痛苦 就心要学 涅槃的正道 先写什么 心要安乐 把安乐化起来 第二个 要写甜淡 或是叫淡薄 心 你为什么不快乐 因为你心不安 为什么不安 有很多原因 因为你有恐惧 有恐惧的人 那当然就要修忏悔法门 所以在华人的世界里面 很喜欢拜金刚宝忏 慈悲三昧水忏 拜很多忏法 从某个角度来说 华人是很有善根的 可是从某个角度来说 华人造恶业也很多 所以要常常拜参 那古人拜参 假如你是在佛寨世的话 你可以对释迦摩尼佛忏悔 假如你是对比丘造了恶业 让他深烦恼 那叫对手参 一个对另外一个比丘参 参完以后 你心就清凉 那中国的文化比较保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比较 不好意思当众讲自己造了的过失 假如在出家人的半夜半夜的 布萨跟结末的时候 你是要当众很有勇气 说自己造了什么恶业 在家居士是不可以参加的 那讲完以后 你要对僧团忏悔 忏悔就得清净 那一直从中国以后 唐朝以后 所有的中国人都对呢 对佛菩萨忏悔 为什么呢 因为佛菩萨他想的是雕塑的嘛 对不对 他不会舍弃我 我也比较不会没有面子 所以忏悔法门 就在中国非常的弘扬 乃至于佛教是如此 道教也如此 一贯道也是如此 都很喜欢拜参 但是注意听 你怎么知道你拜参有没有用呢 或是你怎么知道 你拜了这么多参 你的心有没有清净呢 有几个判断的方法 第一 拜参的时候 晚上梦到夜吐黑雾 晚上肮脏的东西吐出来 那很好 表示你夜力参除 第二个 梦到太阳跟月亮 日轮跟月轮 也是夜障参除 第三梦到出家人 佛像或是寺庙 梦到三宝的形象 这个也是夜障参除像 简单的说 其实最重要是什么 你的心很安 心安而理得嘛 为什么你心不安呢 因为你道理并不门了 很多人道理不明了 他就常常会问 哎呀师父 我要不要去看一个 那个三世因果啊 看过去 现在 未来 你为什么会想看 其实这很正常的 是因为你的心不安 你心总是要去找 很多的很多的答案 对不对 比如今天有几个联友问 师父我为什么 我的病很重很重啊 我自己也生病啊 我全家人生病啊 我看着他 因为你生生世世 都是杀业的渔夫啊 对不对 一定造了很多杀业 所以你病痛才很多嘛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心安理得 第二个淡薄 心要知足一点 所以忏悔以后 你的心一定会安 而且你会淡薄 也会知足 所以从这里 你就知道 你拜忏的的月升起效果 接下来再看十一诵 当诵大乘经 念诸菩萨母 这里的菩萨母 是指般若波罗蜜 在海韵古词 Potify我讲过 无量圣方便 圣方便代表菩萨富 代表智慧跟善巧方便 要从哪里呢 从思实相得 你常常要想 一切都像梦一样 怎么样想呢 想新加坡国庆日的烟火 一切就像梦幻泡影一样 你就不会执着 看十二诵 如此等六法 名为眼耳鼻舌生意的 六根忏悔法门 一切的业障 像大海一般 其实业障从哪里来 从你的妄想来 有很多人都会说 师父 为什么业障这么重啊 为什么 因为你妄念很多 叫你诵经念佛 听闻佛法 其实都是要降服你的念 你的妄念越少的时候呢 你晚上就不会做噩梦 你睡得很好 而且你心也会很宁静 所以一切的这个障碍呢 从哪里来 妄想身 所以叫你不要想妄想 不可能 那只好办法 转变妄想 妄想来的时候 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念阿弥陀佛 念六四大名作 念要师如来的名号 这个就是呢 转妄想的唯妙方法 第十三诵 请做一个记号 这就是你们拜颤 常常念的 若遇忏悔者 端坐念十相 重罪如双路 惠日能消除 事故应至心 忏悔六情根 常常你拜颤的时候 会看到这首寄送 想要真正忏悔 忏悔是什么 我知道我错了 而且要永远不再犯 所以我会建议 各个道场 你在拜唱完结束的时候 大家静下来 静坐十分钟 这样忏悔的功德 会更圆满一点 请做参考 端坐念十相 一下你可能看不到 般若空性 没关系 先注意自己的呼吸 或看自己的念头 你所有的罪业就像什么呢 像冰天雪地的霜 或是露一样 太阳现在从东方升起了 太阳一出生的时候 冰山也会融化的 所以 惠日呢 就是代表你 忏悔的真诚心的光芒 冰山或是霜 或是露呢 慢慢慢慢慢慢会消除 所以可见 忏悔不是拜一次忏 业障就全部忏除的 除非你证悟到十相 还有请写在旁边 两个例子 我讲过的 一灯能破千年岸 也是这个例子 所以凡事众生 在没有成佛之前 连普贤菩萨 每天都要修 忏悔业障愿 所以有机会 各位喜欢普贤菩萨 这个法门的人呢 可以请你参考 大政杖 第277号编码 佛说观普贤菩萨 行法经 是非常好的经文 好 接下来再看幻灯片 所以不但中国 拜普贤菩萨 华言经 所以有很多人问我说 师父你从2003年到现在 碰到任何人 你都欢喜地鼓励 念华言经 普贤行愿品 现在又念法华经 请问普贤行愿品 有什么功德 普贤菩萨有 无量无边的功德 简单说 有三个功德 第一 忏除无量的重罪 过去 现在 未来 不论在家 出家 或得任何的重戒 都可以依普贤菩萨而忏悔 第二 念普贤行愿品 可以发广大的菩提心 修普贤十大愿 第三 普贤行愿品的经文非常短 只要20分钟到30分钟念完 你好好修 修到灵命中的时候呢 有很大的机会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光这三个经 三个优点 就值得你念普贤行愿品 所以华严经 成为经中之王 那我们昨天讲过 法华经 也是文书跟普贤菩萨互念的 再进一步 请看幻灯片 西藏 要拜四家行 红白黄花 第一个 要对佛大礼拜 拜十一万拜 第二个 要念的咒语叫 金刚 萨朵 百字明 他的咒长呢 相当于中国的大悲成咒 他们要念十一万遍 所以金刚 萨朵就成为西藏 红白黄花 修任何一个法门 一定要修的第一个 佛菩萨的本尊 叫金刚 萨朵 所以你看这张 所以你看这张幻灯片 他是拿灵跟楚 代表智慧与方便 他身体是白色的 因为呢 忏处业力的时候 而结束的时候呢 普贤菩萨 观想 放光是白色的 我们中国呢 你拜什么菩萨 才会想白色呢 一般人都是 拜白衣大事的时候 你才会想白色 可是在西藏呢 第一个金刚 萨朵菩萨 就是观想 忏醉力最强的本尊 其实他就是 中国普贤王菩萨的 西藏的密教形象 所以他忏醉力是很强的 好 再看二十三页 第十三行 丁二 下画 又有无量的天龙 夜叉 钱达佛 阿修罗 加罗罗 井纳罗 摩侯罗且 人非人等 与着无量的大众围绕 跟着普贤菩萨 从东方国土来 而这些天龙八部啊 都是跟普贤菩萨有缘 跟着他 生生世世学习佛法 上求佛道下画众生 所以也显现各种 威德跟神通之力 天龙八部的确是有神通的 所以这个也是被 普贤菩萨的教化 那这天龙八部 大家常常听过经 所以我这里就不花时间解释了 请你包涵 再来看 丁三 修静 普贤菩萨带着所有的大菩萨 大地六边震动 跟他所教化的天龙八部 跟一切的众生 来做什么呢 来到娑婆世界 南瞻部州的娑婆世界 骑蛇觉山中 顶礼释迦摩尼佛 这里的骑蛇觉山中 有人念 骑孤独觉山中 也可以 就是在哪里呢 就是在 印度 东印度 菩提嘎雅旁边的 灵鳩山 我昨天给大家看过幻灯片 清理 顶礼释迦摩尼佛 注意 最完美的呢 顶礼 完了以后 他要诱绕七扎 一般想 我叫青年红火坛 假如你拜佛 拜了三拜 请问我 先来问一下 你们拜佛的时候 你们念什么 什么都没念 就这样拜下去 观音菩萨 保佑我 中马票 观音菩萨 保佑我 儿子女儿 发大财 观音菩萨 保佑我 长生不老 万岁万万岁 是这样吗 我看好像很多人 都这样拜 你们都笑了 好 我现在教你 怎么拜佛 当然有很多方法 第一个拜佛 应该拜 我跟一切众生 对不对 往昔所造 诸二叶 皆有五始 贪嗔痴 从生允益之所生 经对佛前求忏悔 对 你看我身作奖金 我第一拜念的就是这样 发愿我 跟一切无量无边的众生 先要忏悔 因为我们念念 都造了很多恶业 不管你有意无意的 虽然在座 所有的新加坡的联友 大部分都很精进 可是我们还是有很多 细微的恶念 有时候我们烦恼来了 身体不舒服 我们还是嘴巴会恶口的 所以第一段 要忏悔业障 第二拜站起来 你要念什么 我及众生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程 对 发四宏誓愿 发愿功德很大 听好 在《华言经》里面 《初发心功德评》里面说 若有佛弟子 很虔诚很虔诚地念四宏誓愿 头上会放光 震动三千大千世界 可是拜完以后 你的光就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止观的功夫 让它一直持续 真的 师父刚才讲不是笑话 在《华言经》 《初发心功德评》里面就讲 若有众生 很虔诚地念这个祭奏 一遍到三遍 你心中菩提心的功德 会震动十方法界 注意 我刚才讲 震动不是指地震 不是 而是你的功德力 会震动所有的天龙八部 它会合掌 你是佛很好的弟子的 第三愿那就看你了 因为我是要求生极乐净土 所以我拜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博物无身 无退菩萨为伴侣 拜完以后 你应该向右旋转绕佛 至少绕三遍 最好是绕七遍 你看 普贤菩萨 顶礼释迦摩尼佛 又绕七渣 三当然可以很多数字 你可以说又绕三遍 三代表三宝 代表三代表界定会 Forever 都可以 三是很吉祥的数字 七的话 大部分来自于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 七重南巡 七重杭树 七宝池 八宫得水 代表东 西 南 北 上 下 中 七个方位 华严经的话 普贤菩萨站起来 是又绕十渣 十代表大圆满的意思 所以没关系 所以你有空 心不要那么急 难得来佛堂的时候 你就可以拜完佛就开始 你可以拿念珠 念佛 念咒 或意味意念着 你现在拜佛的功德 比如说你现在拜 我叫青年红花坛 拜西方三圣 那你就意念 西方三圣的功德 你也可以念阿弥陀佛 也可以念咒 所以你的心呢 才不会散乱 然后人家在绕佛的时候 注意听 不要打弦叉 很多连友很喜欢这样绕 绕一个人 看到一尊佛 又拜一下 看到师父 连友 你干嘛 你看到师父在绕佛的时候 也不要跟他打招呼 恭敬在你的心 不要去中断人家的修行 然后呢 七渣绕完了以后 你就要简单的回向 这样就是最简单的功课了 这很容易吧 新加坡都喜欢最简单 最容易 功德又最大的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请看 丙二 劝发分二 丁一 请问劝发 二十三页 第二十九行 这时候 请问劝发 Friendly asking and strongly convincing 分为二 物一 问 问什么 这时候 普贤菩萨就问 请问尊贵的 释迦摩尼佛 世尊 我在宝威德 上王佛国 摇闻此 娑婆世界 听到您老人家 说妙法莲华经 我与无量无边 百千万亿诸菩萨众 共同来听闻 法华经 受持 佛所开示的教法 为愿尊贵的释迦如来 为一切众生说 说什么呢 普贤菩萨就问了一个问题 若善男子 善女人 在释迦如来 灭度以后 在无量的众生 受苦的时候 怎么样能得到 妙法莲华经呢 还不要翻 这段经文我还没讲完 这段经文有很多意思 第一请看 白佛言 我在宝威德 上王佛国 在东方 可见呢 佛讲法华经的时候 是无量无边的世界 都可以听得到的 不是只有地球 第二个 释迦普贤菩萨 有无量无边 百千万亿诸菩萨众 这就是多生多劫 跟他有缘的 清净的眷属圆满 所以我们在无量劫里面呢 我们多生多劫 跟很多众生做过父母 师长 亲朋 好友 乃至眷属过 所以当你成佛的时候 你一定会度你 无量无边的父母 无量无边的家人 无量无边的 亲朋好友 所以成就净土的时候呢 也是眷属圆满 在阴地的时候呢 你一定有 无量无边的眷属圆满 他 普贤菩萨 带他所有的弟子 有缘的 在家出家的 无量弟子呢 来梭博世界听法华经 所以他为了一个众生 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所以问得很好 佛也回答 所以利益众生 所以才会有这一品 善男子善女人 在如来灭度以后 怎么样得到 妙法莲华经 好 请把德这个字画起来 德的意思很深 好 请看二十四页 第八行 答曰 佛告普贤王菩萨 若善男子善女人 成就四法 在释迦摩尼佛如来灭度之后 不管他走到哪里 或身在什么样空间 他一定会得到这个 妙法莲华经 一者 为诸佛护念 二者 执重德本 三者 入镇定句 四者 发救一切众生之心 善男子善女人 如是成就四法 于如来灭后 必得释经 好 这一段请做个记号 这是 二十八品里面的 第一个最要重要的重点 假如我要考试的话 我就会考四条 那四法 请你解释说明 所以请你先背起来 先背经文 一者 为诸佛护念 二者 执重德本 三者 入镇定句 四者 发救一切众生之心 这是古汉文 所以我们先看讲义 二十四页 第二十一行 先看德 德是什么意思 请看幻灯片 请做记号 德 不是说你拿到 不是这个意思 那这样的话 我问你印刷厂 印妙法莲华经的经文 他不就得到了吗 这里的德 也不是说 来我现在在家里 打开妙法莲华经 我每天用功 很好 你可以送法莲华经 一定是你过去试修的 你四个条件里面 起码有一个条件 你才会听到妙法莲华经 可是你每天这样读 很好 也有功德 可是你并不懂意思 这个也不叫做德 所以德的意思是什么 要通达法华经 所有经文的道理 这才叫得到妙法莲华经 这个标准就比较高了 知道吗 不然呢 印刷厂每天印法华经 我举个例子 新加坡 假如你交一个印刷厂 甚至他的老板 是印度尼西亚人 或马来人 或印度人 OK no problem I give you some discount 印了很多 请问 当然他印经有功德 可是他得到妙法莲华经了吗 没有 那叫做拿到妙法莲华经 不叫得 所以读经要用心一点 我想你平常念的时候 念过去也不一定这个 古来的主食 这个标准比较高 高是什么呢 通达一切妙法莲华经的经文 道理 意思说 生生世世啊 在你的consciousness里面 在你的意识里面啊 你生生世世都记得 法华经的道理 这才叫得法华经 因为轮回转世投胎的时候 你身体都带不走 那你怎么可能带得了金粉呢 所以应该趁年轻 趁每往生之前 多念一点 甚至发心把它背起来 背到什么呢 举个例子 假如你现在断气了 在中阴生的时候 你可以念 普贤行愿品的祭送 而不看书的话 那华言会上 佛菩萨就现前 而且极乐世界呢 也现前 你是从你的心中 而背出来的 这才叫 德法华经 或是德普贤行愿品 所以今年 再给各位一个功课 请你发愿 背普贤行愿品 全部把它背起来 慢慢背 谁会背了 我就收他做徒弟 真的 很多人都跟我说 师父你为什么 在新加坡接受皈依 我公开回答你 因为我是来讲金的 我不是来抢信徒的 我是跟你讲真心话 我没有暗示什么 我也不是指其他的法师 皈依 皈依任何人 就皈依任何的三宝 所以你可以选新加坡 所有的正性的 如法的道场 都可以皈依 皈依就皈依 所有的三室 一切的三宝 但是假如你要做我的学生的话 对不起 标准高一点 要会背 普贤行愿品 我会叫你在面前 跪着背给我听 起码 要背百分之六十吧 我就会收你做徒弟 而且我会很认真地 教你佛法 好不好 所以各位发愿吧 背普贤行愿品 所以德的意思是很深 注意 当你会背普贤行愿品的时候 注意听 就算你今生能够往生极乐净土 或上身都在内愿 那当然好 我就恭喜你 为什么 苦口婆心啊 劝你学佛法 精进戒定会 终于呢 不能说用拐的了 终于把你引导到呢 进佛国土 阿弥陀佛会教你的 弥勒菩萨会教你的 我就可以take a break 对啊 你听阿弥陀佛跟弥勒菩萨奖金 你就不用听我的DVD啦 可是问题 你现在还见不到佛菩萨 所以你不妨做一下参考吧 是不是 假如你心中可以背普贤行愿品化 贤结千佛出世 讲大方广佛华言经的时候啊 你自然就会出现在佛的法会 为什么 你的心中有普贤行愿品的经文嘛 假如你生生世世都是念法华经的话 佛讲法华经的时候 他放光来射受你 你一定也会参加法华会上佛菩萨嘛 了解吗 这是很合乎科学跟合乎逻辑的 好 所以各位加油吧 请看一辙 今天我要讲这四种心 我把它讲一个段落才结束 问题呢 我明天再回答 请专心听 这个很重要 请看 一辙 外缘 为诸佛护念 好 外缘 是我加上去的 诸佛护念 那这外缘 要帮助你们理解 我写了英文 The external condition 外面而来 你要诸佛护念 把护跟念画起来 护是保护你 念是加持你 我再讲一遍 护诸佛护念 护是保护你 念是加持你 为什么护要保护你呢 因为我们凡夫有恶念 你有恶念 假如有恶缘 那你就会造恶业 举个例子 我们没有成活之前 各位都还会有细微的贪嗔痴 你假如常常呢 跑去不好的地方 像Gelang这个地方 那你就会造恶业 好 假如你念 普贤行愿品 或者是念 法华经 有一天你 生起了烦恼 结果你就跑去Gelang了 晃了半天 没有一个女孩 你终于你就回来 恭喜你 普贤菩萨 护念你 你